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在最近不是裝成歐美 或者日本高人氣的大陸遊時代 這次又是難得的真日本遊戲了 突擊莉莉 Last Bullet 先說好消息 遊戲的音樂跟美術都在水準之上 但這壞消息 台灣代理士真好玩 不知道是誰的話 可以等會點右上角 有之前介紹吞食天地的影片 說好的月入千萬進軍海外呢 不過也算是蠻意外的 日本廠商竟然會放心交由該公司負責 遊戲的開發商是Poker Label 屬於Gree的子公司 Gree在最近我還蠻常介紹的 像是幫一泉超人手遊化做牽線做海外推廣 本身也參與或者投資不少遊戲跟動畫製作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日本的騰訊 本身在社交媒體上也有一定的話語權跟影響力 而該款遊戲的日版在去年1月上架至今 平均月營收在2億日元 稱不上大好但也算平穩 而旗下的另一款作品 《死亡愛麗絲》 在台灣則是由小萌代理 不過近期也宣布將終止營運了 終究是逃不過進入墳場 但至少撐了4年也算厲害了 也是少見讓玩家看見誠意的製作公司 並不是公司話發個公告 或者叫你去別的遊戲繼續當韭菜 有些還甚至直接人間蒸發 而該款遊戲的日本營收 也從18年上架的97億日元 到目前今年的累計營收僅約19億日元 漸漸步入老年危機了 當然玩家群體的變化跟手遊相互競爭 導致營收下滑是無可避免的 像日本龍頭之一的怪物彈珠 在18年的時候也有將近1400億日元 而今年到年底的話 預計也只會落在850億左右 完全不敵當年的盛況 但這營收表現依舊很鬼了 畢竟這可是13年的作品了 另外PokeLevel也有開發另一款IP改編遊戲 五指轉生 去年3月上架也有日本的比格里應運 但今年8月底就宣告停運了 具體原因我是沒有特別去查 但看著營收狀況也太慘烈了 連換皮M&O都打不贏 看來即使頂著知名IP 沒有好的內容跟應運 也是神仙難救啊 本次吐吉利利的遊戲動畫方面 則是與Shaft 合作 這是在日本很老牌的動畫公司的 製作參與很多知名的作品 而本身獨立製作的知名作品也很多 像最早期的12神效 鮑雷戰士 REK 絕望先生 物語系列 這部就算你沒看過 但你一定聽過這首歌 為了避免被版權消音 連結也會丟在字頂 等會你可以去聽一下 荒川爆笑團 魔法少女小圓 這部真的是看一次就微痛一次 三月的獅子 作品真的是多到爆炸 就不一一列舉了 不然這支影片就要變成動畫推薦了 當然也還有本次被改編成手遊的動畫 於2020年上架的 突擊莉莉Bowcat 而我當時看了FB 在遊戲廣告下面有人留言 把他跟最近剛完結的 莉可麗絲搞混在一起 我看到也是黑人問號滿頭 只能說網路雖然是個好東西 但用不上就真的只是裝飾了 那來講講遊戲吧 那要先聲明 這款百合屬性的類型 裡面有些角色不是本身就是CP 就是有關聯對象 簡單來說 跟你這局外的玩家是沒有半毛關係的 別想說是可以當養老婆的遊戲玩 所以如果你無法接受的話 就請先迴避吧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百合的 等一下可以去自行Google一下 遊戲開場的PP表現力還不錯 音樂方面比博人傳還燃 所有的劇情方面都有優秀的語音加持 對於從小看習慣日系動玩的玩家 即使看不同字幕 也能靠盲聽推敲一二了 這邊簡單給沒看過動畫的各位 講解一下劇情大綱 就是這個世界 又又又又莫名受到了災難危害 畢竟在二次元濃度最高的日本 容易多災多難也是很正常的日常 而這次出現一種名為 HUGE的生物體到處攻擊 而被稱作Lily的少女主角群 能使用武器Chump來擊殺他們 一段講述了愛與爭議的故事 就此展開 雖然不上特別有趣或是新穎 但也沒有太胃痛的部分 要不要去看動畫補完世界觀 就看個人了 主要是這作品因為受限篇幅 只有一季來鋪成 導致節奏上有點跳動 各種設定也沒有完全交代完整 並不是太好使用 而遊戲本身 其實是作為售後服務來補全相關劇情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別喜歡這劇情 或者世界觀的話 可能玩一下你就會退遊了 例外方面比較難直接查看 要一個一個點進去看 稍微有點麻煩 畢竟本來就不是以賣老婆為主 雖然說美術上的表現不算是獨特 但也是賞心悅目 你也能在起始畫面中設定喜歡的角色 有不少畫面是來自動畫中的內容 而戰鬥玩法上就比較無趣點了 唯可掛機AUTO的回合之戰鬥 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 有點類似美好世界的玩法 大部分都是三回一關 更多時候都是爽看劇情 就能領獎勵的關卡 前期玩起來還算蠻輕鬆的 不會特別搞玩家心態 用各種戰力或者機制而心你 那雖然戰鬥玩法有點無趣 但人物建模跟場景美術很一致且協調 不像某遊戲2D加3D的割裂感 且戰鬥進行方面也很順暢 沒有優化卡頓的問題 屬於一般日系常規的水準 稍微讓我體驗覺得不好的 就是介面操作比較不直覺 有些稍微多餘的步驟 可能這也是日系手遊的特點吧 然後切換的時候各種loading 玩起來可能會有點小煩躁 課金方面 到時候就看台本實際上架的情況了 看起來也沒硬保底或者繼承 一單600鑽為1萬日元 抽一發的話就是550元 而台版畢竟是代理 最後如果加個幾百也算是正常啦 只要不要砍福利或者出台版惡意禮包就好 不然小心玩家又出走去玩日服了 最後還是要再次重生 這是重劇情導向的手遊 也不是養紙片老婆的收集模擬器 確定你能接受再入坑 結論 人們或許會忘記 但網路會記得一切 除了遊戲性比較缺乏以外 綜合質量上並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美術、配音、劇情等呈現方面都很不錯 配合製作的動畫公司十分給力 只有是這個代理商 比較讓人一言難盡 就看你要不要相信 這個代理無數換皮垃圾的廠商 幻然醒悟決定從善 是否要給他們重新做好人的機會 但我肯定是選擇遠觀不屑萬 那本次應該是我給留言的觀眾一個交代了吧 可以把敲的碗收回去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來說 是要在我們廠商の実質領的地方 會有這篇 畫面不足 並且在我上台才會的 畫面不足 畫面不足